Hello, 欢迎来到Sofia的频道 她来了,她带着疫苗又来了 这已经是第四个关于疫苗的视频了吧 这次是关于新冠疫苗的视频 那废话不多说,我们就开始吧,走 首先来说一下 我是在家庭医生这里约到的 约我是大概五月份左右 就是看到书上漫天遍野 就说家庭医生可以约到 然后我就去注册了一个家庭医生 我之前是没有家庭医生的 这个是我五月份才注册的 然后大概五月底六月初 具体时间我不知道 但是我知道的是在六月七号 就是优先级全面放开 之前我给家庭医生打的电话 约的打疫苗 中间我家庭医生去休假了一个星期 然后上个星期五跟这个星期一 我本来是想去确认一下我打疫苗的时间的 他不在,没有开门 所以我觉得在家庭医生那里还是挺快的 而且我今天看到的也是有非常多的人 就大概那个时间等在那里 半个小时,其实也挺快的 我现在所在的拜仁周是目前为止在疫苗中心还是没有 把优先级取消掉的 我知道别的很多周 很多人都已经打上疫苗也已经取消掉了优先级 我这个周是没有的 在疫苗中心也是可以看到的 但是现在已经到三了 就是三也很快 你只要当天去注册 如果你的优先级显示是三的话 你第二天就可以收到短信说可以预约到疫苗了 关于疫苗本有没有这个问题 据说疫苗中心是会给疫苗本的 很多家庭医生已经没有疫苗本了 我以为已经第四次了 所以我肯定是有疫苗本的 我也不知道 就我看网上也有很多就是在亚马逊啊 药店是可以买到疫苗本的 这个我具体我也是不是太清楚 大家可以问问别人 我是上个星期二接到今天打疫苗的电话的 然后可以选两个时间段 医生是半个小时半个小时的 以及我就选了一个中间差不多一点的时间 然后今天就去了 去了以后呢 直接就是核对你的信息 然后就跟你约第二阵的时间 我第二阵直接就是三周之后 我三周之后的今天呢 要考试 我也不知道具体什么时间考试 我就只能选最早最早的那一场 我就问他能不能再往后延 不行 能不能下午 也不行 心都碎了 我只希望我的考试能够安排在下午 或者是晚一点的时间 但是我也不太清楚 因为那场考试 很多很多人 几乎能包下我们整个院加上外面的一个篮球场的那个教室 所以我只能期待他尽快给我消息 然后我可以改一下时间 因为毕竟考试不可能是占整个半天或者是整个全天嘛 我可以除开那个时间再去远 然后我就等了一下就直接进去了 进去了以后就直接打了就也没有什么 然后我就问他我要不要坐在这里等一下或者怎么样 他说不用你出去就是不要走太远 就怕有什么可能会有什么事情吧 十分钟十分钟以后你就可以走了 如果我要看考试时间 然后我就在那就找了一下很快就可以走了 目前为止是还好的 据说第二针会特别可怕 第二针打完以后去考试了 我都不知道会怎么样 好这就是现在目前的状况 到底最后会什么样呢 我也不知道 就可能等着第二针看看吧 我当时打电话预约的时候 家庭医生就跟我说的是Biotek 疫苗中心好像也是Biotek 因为他直接约的就是两针 而且我看新闻上说 拜仁州是打强生跟阿斯利康最少的一个州 强生跟阿斯利康的作用机制是一样的 区别就是强生只打一针 阿斯利康打两针 然后这两针都是对年轻的女性 50岁以下的女性的副作用反应会比较的大 强生的 目前强生的有效率是最低的 我看到网上有人就说 如果强生没有副作用的话 就没什么用 但是有副作用可能会有用 这个具体我也不知道 我房东 然后我问了很多德国人 他们都想都愿意打Biotek 我也是打的Biotek 简短的说一下 我们第二针再见吧 Auf Wiedersehen Fielen Dank für Ihre Aufmerksamkeit Truth 双方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